好 剛剛的火不小心用太大了 這個魚皮有點黑 但沒有關係 有一個方法 等一下魚皮朝下 客人就看不出來了 歡迎光臨愛吃星球 我是自由料理人肉魚 這一集我們要教大家一樣是非常簡單的 奶油檸檬鮭魚 你也可以叫它檸檬奶油鮭魚 或是鮭魚奶油檸檬 對面啦 一樣的東西 來 我們就要來開始啦 需要的材料有這些 OK 好 現在開始了 鮭魚一樣是要擦乾 那在此呢 我希望我們的廠商看到我們的棒棒影片以後 覺得太棒了 可以贊助我們就是我手上的這個濕紙巾 因為我用的真的是量非常的大 好 鮭魚就是前面後面都要擦乾 才不會噴 這一道一樣是非常好吃又很下飯的 好 擦乾了以後咧 我們就可以放前面開始備料囉 首先我需要一點點的香菜 一樣是小碎碎就好 所以我是需要前面的 葉子比較多的地方 適量就好 什麼是適量咧 就是你把它圍在一起的時候 大概是兩個50塊硬幣 或是兩個10塊錢硬幣的這樣子的大小一點點 好 放旁邊 接下來 其實我剛剛算是一個錯誤示範啦 我剛剛第一時間應該要先把魚先抹上鹽 這樣比較更省時間 前面背面都要抹 然後要抹胡椒 但胡椒建議只要抹在這個魚肉的地方就好了 因為如果再放在那個魚皮的地方是容易煎焦掉 然後再來是需要油 油就是幫它按摩一下 一點點就好了 這樣子主要是比較不容易沾鍋 但其實如果家裡都是不沾鍋的話 其實就還好 如果擔心怕不夠鹹的朋友 還是可以再加一點點的鹽吧 好 熱鍋了 那我會想要有一點點東西可以擺盤 所以我會放一點蘆筍 可倒油可不到油都可以 如果想倒的話一點點就好了 好 年紀大不要吃太油對身體不好 好 熱個鍋 然後再幫它按摩一下 它可能會出一點點水喔 但沒有關係 等一下下魚的時候是從背面開始 就是有魚皮的地方 這應該差不多了 好 開始了 來 其實鮭魚比較特別 它也不用到全熟啦 八分 九分就差不多了 所以我都是看它這樣子 大概到了三分之一 或者是二分之一變色的時候就可以翻面了 然後我們再做個調味料淋上去就差不多了 翻面了以後我們再下蘆筍 或是快要熟的時候下蘆筍就可以了 你喜歡吃海鮮嗎 非常喜歡 鮭魚是我最喜歡的魚前三名 我們這可能必須要翻面了 因為它肥厚度不一樣 你看它這邊比較薄 這邊比較肥 這個放在旁邊 烘一下 剛剛的火不小心用得太大了 這個魚皮有點黑 但沒有關係 有一個方法 等一下魚皮朝下 客人就看不出來了 沒有關係 煮飯就是開心就好 不用擔心這麼多 可以轉小火了 沒有下奶油嗎 還沒還沒 那就等一下的調料 你們不要這樣子質疑自由料理人 我們現在要放在盤子上 我先擺盤 我先移到旁邊來 來 好 接下來調料時間 這個鍋子我沒有開火沒關係 因為它很熱 放奶油 等一下再開 不然奶油會澆掉 好 先讓它乳化 好 先讓它乳化 好 先讓它乳化 然後檸檬 好 清酒 清酒就是想要下多少就下多少 開心就好 好 香菜 小小小小小的火就好囉 確保它是鹽 沒有 它是糖 糖 糖 不是鹽 動一動 因為這鍋子真的太燙了 所以不用 真的不用再開火了 然後再加一點點 就可以淋上去了 自由料理人的檸檬鮭魚 好 完成了 檸檸檬奶油鮭魚 試吃時間到啦 這是我剛剛做的檸檬奶油鮭魚 那我現在就要來品嚐一下 我覺得可以 可是如果想要吃全熟的網友可能 剛剛再燒火 再煎久一點 會比較好吃 那接下來呢 我就要來邀請網友 你可以從我的食譜中 然後上傳自己的那個照片 然後放在我們姐的星球的臉書 之後呢 我們就會抽出幸運的粉絲 可以品嘗我做的料理 希望大家踴躍上傳自己的手作料理 掰掰